很多人喜歡看星座運勢或是算命來瞭解自己 但是其實生活中你的動作或選擇就可以大概描述你是怎麼樣的人 歡迎來到哪不及今天要來看五個測出你性格的問題 第五 吃東西 你知道吃東西的速度可以看出每個人的性格嗎? 如果你是吃很慢的人吃到餐廳都要關了還沒吃完 那你就是一個喜歡控制和掌控局面的人 看起來也是很有自信的 如果你是吃很快的人那麼你比較偏向沒有耐心 而且也很有野性 那如果你是一個勇於嘗試奇怪食物的人 - 像這個你知不知道 那代表你時常挑戰自己舒適圈外的活動 如果你是愛挑食的人那你比其他人較於神經質和容易緊張 如果你喜歡將食物分開裝一次只吃一種食物 那你是有條理的人 也是非常注重細節的人 第四 自拍 自拍的人分成兩大類 第一是無時無刻找自拍的人 第二是完全不喜歡自拍或是拍照的人 這兩大類又可細分成不同類的人 你知道你的自拍照可以看出你是怎樣的人嗎? 通常比較友善的人都喜歡游下往上自拍 而自我感良好的人比較不會將背後背景顯示在照片中 如果你時常督嘴拍照的話 那麼你就是屬於比較神經質的人 第三 顏色 你最喜歡什麼顏色也可以看出你是什麼性格的人 如果你比較喜歡白色的人 你是一個非常有條理而且非常獨立 如果你喜歡黑色通常代表你是喜歡權力和控制的人 通常是藝術家 如果你喜歡黃色 代表你是一個喜歡表達自我的人 如果你喜歡綠色代表你很忠心而且誠實 如果你在找好朋友 咖啡色通常代表你是一個配伴的好對象 而粉紅色只是一個非常大眾的顏色 所以你現在是穿什麼顏色的衣服呢? 第二 洗澡 你在預示自己洗澡的時候通常可以看出你自己的個性 如果你喜歡一邊唱歌一邊洗澡代表你是一個有自信而且不害羞的人 如果你一邊刷牙一邊洗澡通常代表沒有耐心高成就者 當然有些人比較喜歡泡澡 這些人比較喜歡享受和隨性 如果你一邊洗澡一邊做白日夢代表你是一個很有創意的人 第一 手機 對於現在智慧型手機的普遍 每個人大部分的時間都被手機佔有 不管在跟朋友聊天時吃飯時或是上課時都會被手機影響 那你可能會想這跟性格有什麼關係? 某研究顯示之所以手機成癮是跟情緒穩定有關係 內向的人比較少無止境的看手機 理由是因為與網路連接就跟社交一樣 也是大部分人看手機的理由 而內向的人就比較沒有那麼強烈的想要與別人社交 還有比較無法專注的人也是手機成癮比較嚴重的人 你們覺得哪一個比較準呢? 如果喜歡這個影片可以幫我按喜歡和分享 如果想要持續追蹤可以按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